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是2020年2月26号星期三 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节目 那美国股市连续两天中错了接近2000点 那今天也是摩台子的结算 外资也在今天呈现了大卖超 卖超大约300亿元 那我们今天要跟投资朋友分享的是 给你最后的机会 什么样的机会 如果你会把握 那对你来讲就是个转机 那如果你不会把握 那有可能是个风险 那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待会用一些数据 来跟投资朋友谈 今天的一个证交所告诉我们 三大法轮总共卖超了330亿 那卖超的金额其实集中在 所谓的大型全职股上面 那关于大型全职股 相信我们在1月16号的赖 都有跟大家去做个说明 那投资朋友 美国股市连续两天 跌的快2000点的时间 那台北股市在今天 一样还是守住了11400点的这个地方 我们前天的影片告诉投资朋友 这个台北股市目前的看法 它不是一个稀坡的下沙 它会在某个区间去做一个主体 那支撑价就是在11400点 所以连续两天其实是有守住的 那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讲它是个机会 其实国际股市美股的部分 在这五天的一个下跌 其实跌幅接近10% 那台北股市它一样还是有守住11400点 这个有特定的筹码在这个地方守住 那守住的一个原因重点是 它有机会走一波的反弹 或者是它持续性在这里去做一个主体 那为什么我跟大家讲机会 你一定要把你手边的股票的资金 去懂得降低 然后把它换到一个有前景的公司去 我们待会的影音后段会跟大家谈 如果你懂得换股 主体成功就是你的转机 那如果你不懂得换股 那主体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对于你来讲都是个风险 那这个盘式我们要用筹码数据跟大家谈一下 禁约跟全部月选择权是呈现下降 那目前还是在个多方水平 期货部位多方有去做个减码 那目前特定法人的一个进多单在3000口附近 这是一个减弱的 那关键的一个位置在这个11400的这个地方 目前是有守住的 那也有特定资金在走一个防守 所以我今天的讯息告诉我的会员朋友 非常的一个明确 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去关注这个11400点的这个价位 那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讲其实是个机会 连续这几天的外资都呈现大卖 今天卖300多 昨天卖200多 前天卖100多这样子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汇率的部分 今天是呈现升值的 所以跟投资朋友讲 这几天外资卖出去的一个 一个卖超的一个部分 他并没有一个明显性的汇出 他正在等待一个就是国际盘的质问 如果国际盘质问 11400点也有守住 他有机会往上弹一波 那这一波反弹 投资朋友你要去注意 要懂得去调整股票 技术面而言 因为月线刚好要扣底低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稳住的话 他有机会弹上来 但谈上来会不会去突破这个 湘形区间 还要去观察这个疫情 那这疫情我们待会 也会跟大家去做个谈 我们在这个2月2号的周报节目 跟投资朋友当时跟大家预告 我们认为武汉肺炎影响股市 大约在一个月内 当时弄了很多的论点跟投资朋友讲 因为当时出现了一个有效药物 叫做瑞德西韦 我们是在2月2号当天节目 我是第一个上传影音 来告诉投资朋友 有这个药物瑞德西韦 那直接是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那如果这个部分要的部分有效的话 他对于这个股市的一个 这个情绪的反应 是有机会降温的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谈2月3号不要去杀低 那两个两到三个礼拜之后 你可以看到到瑞德西韦 包括我们国内的总统蔡英文都提到 这个是有效的药物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领先市场 来告诉投资朋友 好那当时的2月2号周报节目 我也跟观众朋友讲一个论点 就是说为什么我认为这个 武汉肺炎影响股市 大约是在一个月内 因为当时呢 除了这个药物之外呢 逻辑上面会跟大家谈 因为60几个国家 针对中国的一个有路径的一个 旅客进行封锁 因为有这个动作 我可以更明确的知道 在当时是非常有机会 把这个疾病 锁定在这个中国境内 然后境外的部分 比就不会形成扩散 所以这个就是逻辑 所以当时跟大家讲这个一个重点 那投资朋友 昨天的行情呢 我跟会有没有讲到 因为这个 疫情的扩散 转到这个 日韩或者是其他国家 这是一个新的变数 这是一个新的变数 那预计 美国 日本央行都传出可能会去降息 所以在昨天的部分 达到11,400年的支撑地方 他开始开地走高 那今天也是一样 有在防守的这个价位 但是这个新的变数 我要跟投资朋友讲到 这个让股市连续性的下跌 因为原先的国家有进行封锁 那疫情原先也是锁定在中国境内 境外的传出的部分是比较少的 那最近陆续传出这个 日韩的一个疫情扩散 有一些这个不管是某某教会 好等等去让这个疫情 明显性的扩散 那包括日本的防疫呢 也是比较疏忽 也让这个疫情成现扩散 所以因此有呈现拉回 不管是伊朗也好 或者是美国股市 那美国股市昨天呢 因为这个疾病管制局的一个官员 去发表了一些谈话 然后让美国股市再度的重挫 那川普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生气 那川普今年要选举 所以他对于股市的下跌是非常在意的 那这个短线的一个跌幅非常大 也大概接近10%左右 所以这个跌幅的部分 台北股市能不能守住11400点 足底的部分能不能持续 那关键还是在于国际盘 那国际盘的部分是比较难预料的 因为这个波动是非常大的 那这两天如果快速性有传出央行的一个消息 或者是这个疾病的部分 有些什么药品的部分 那能够降温的话 那我认为这个地方有机会持续的 但是这个反弹 我还是建议投资朋友 你要去做个调整 因为这个跟我们2月2号收报节目 跟大家谈的理论基础是有点改变的 我昨天的会议有告诉会员朋友 当时因为有去做封锁 所以我们认为这疫情应该在中国境内 那因为这两天的一个 国际的一个 一个其他国家有呈现蔓延 所以这个影响股市时间 我们跟大家讲 今天跟大家做个修正 我们认为会稍微延长 所以会延长的话 投资朋友 你手边的股票 一定要懂得去做个处理 那这个地方要不要去做空 我还是提醒观众朋友 食物上面 第一季的汇率 是走升值几率大 那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它还是在一个强势 那包括在筹码的周期 我们提到 因为要陆续开股东会 要强制回补 那投资朋友 现在你开始要去放空的话 会面临强制回补的问题 食物上其实不太合适 那另外一个重点是 我在2月2号的周报节目 讲很清楚 有融资才有融卷 现在台北股市融资水位很低 很多股票其实食物上是没有融卷的 所以其实放空也真的不是这么容易 那利率环境 全球实施负利率 那美国的央行 它还有在降息的空间 所以其实投资朋友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放空 非常小心 因为这个情绪如果一降温的话 资金快速回股市 那股市有可能暴涨 所以投资朋友 在支撑区我不建议你杀低 但是反弹我建议你要调整股票 这是我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讲的重点 所以11400点持续性的在这个地方 是我们观察的一个重点 那投资朋友 我在节目上 2月15号周报节目有提醒你 这个地方 谈上来我建议你要懂得去做一个处理股票 因为股票结构确实遭到破坏 空楼股票数量是比多楼股票加速多 那你一定要买对股票 选对产业才是你接下来反败为生的关键 所以外资大卖超是给你最后的机会 因为汇率没有呈现大幅度的贬值 资金还是停留着 所以11400点如果守住的话 会有机会走一波反弹 那配合国际股市如果能够质问的话 那投资朋友这个反弹的减码换股 对于你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邀请你一定要加入我LINE 我们ID是小老鼠HNT17 或者是你扫描左边这个标签 加入之后你要先传送贴图 我们会提供 每周提供的信用筹码 余率名单 那新加入投资朋友 我们提供一档持股见证的服务 但是你一定要把电话留下来 我们询问的人非常多 有留电话投资朋友 我们会优先去做个处理 你是我LINE好朋友 1月16号在封关之前 我们就提到 如果你要报股过年 最好是赚钱的部位 那今年的变数很大 我都建议观众 包括我的会员 保持五成的现金 你才可以去面对这个波动 这个波动跌下来的时候 你才有钱去减一些股票 上去再去做一些减码 这个是比较适合今年的操作 同时我当时提到 融资大增套牢在大型全职股 所以我原先就建议投资朋友 你不要去做所谓大型股 那包括2月9号周报节目 大家关心富士康的时候 这个复工 听说被深圳官方是禁止的 但是我是拿出的相关数据 告诉投资朋友 这是一个假的新闻 所以投资朋友你在2月10号 如果不要去杀低红海 当天开低就最低一点 持续性的开低走高 然后后续呈现一个上涨 在2月12号大涨到月限的地方 节目上我提醒观众 你要去做减码股票 所以我是建议投资朋友 你要去减码股票 大型全职股在过年之前 就不建议你去报大型全职股 2月13号如果你懂得去做减码 投资朋友这些股票最近是连续性的拉回 那包括像联发科也好 包括像台积电也好 2月13号都是一个很好调整的时机 会员持有大型全职股的来询问我的 我都是建议反弹站在卖方的 所以投资朋友 会调整股票就是你的机会 所以我邀请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在YouTube这里点选订阅频道 订阅之后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影片上传通知 那请踊跃帮老师按赞跟按分享 给我们一些帮助跟鼓励 那我们在2月6号订阅频道中止本事 我有提醒你要去做减码 有卖才有钱买 然后2月12号再跟你讲第二次 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调整时机 所以资金控制 如果你有做控制的话 这个上下震荡 投资朋友 你不会担心 那重点是股票的选择 能够分析能够预测 更要能够带你实战交易 很多人告诉你这个武汉缺口会回补 然后告诉你后面可能会回到12000会创新高 投资朋友 跟你讲这个方向就算对了 但是如果你的资金控制不好 你没办法实战 你现在其实满手股票都套牢 没有钱去买股票还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投资朋友实战还是重点 我们节目上在2月2号的周报节目 在开红盘的时候跟大家谈3105的文帽 当时告诉你台北股市中错 但是文帽周线是收红的 这跟大盘不太一样 所以假设你去买文帽 隔天节目我还告诉你 你停损可以守在262这个地方 所以投资朋友在这里是个买点 涨上来到2月12号告诉你要去做减码 隔天2月13号的一个文帽 包括在当天晚上文帽出了这个新闻 提到去年大赚一个股本 你看新闻才要去追股票 投资朋友刚好我的节目是提醒你要去卖股票 所以你看我节目的哪个地方适合买 哪个地方该调节 其实我们都是事先讲 所以看节目 投资朋友这个就是实战的操作 包括2月20号的节目 跟大家分享盘中的实战 当时的一个美国股是创新高 但是我们的工具告诉我们有调节卖 我建议会员朋友不要去追股票 观察中盘之后再去找机会 这个就是盘中的实战 所以投资朋友 股票操作 你在早上知道有卖要先不要去做一个追价 2月10号 2月20号盘中的文帽 拉回的时候会员朋友提到买在285附近 那我跟大家讲 我不是发抠讯待会买 这是会员朋友自己的操作 那在这个地方 看我们盘中导航的讯息会知道 什么时间比就适合去切入买股票 所以假设你买在285的这个位置 隔天我是建议会员朋友在这个关键的压力点 290没有站稳的话 我是建议要先去做一个调整的动作 这个也是盘中的实战 那如果你的价位买的好 到今天的文帽收盘是284 它已经连续三根的红K棒 相对上是抗跌的 所以你买在285台北股市 包括没有股市连续两天跌了快2000点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我帽的部分它还在284附近 所以这个是你的价位只要买的好 投资表你还是容易利于不败 所以这个是实战交易很重要的点 那包括可乘 我们带会没有是在2月19号 249以下去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这个是创价的证据 然后在2月20号它是收贷相对高点 当天的晚上出了新闻 提到苹果这个吃了苹果的这个饥渴大单 利多见报 那隔天我反而是带会没有先去短出一趟 所以说这边股票操作真的不要看新闻 因为我节目上跟大家强调 很多人看新闻看节目都只是进来做当冲 所以只要新闻一件报 很多的筹码进来都是容易形成短线的一个凌乱 那通常就会整理 那整理就是你卖出的时机 所以为什么不适合去一个看新闻去做股票 那可乘在这个地方建议会没有去做调整 都有机会卖出 那最近作为一个拉回 所以投资表这个就是盘中的实战 我们不是要去做短线 而是今年的环境 它确实就是需要做到资金的加码跟减码的动作 那投资表你一定要先做好准备 我们2月2号假日的一个周报节目 跟观众朋友预告 因为我们知道2月3号要暴跌了 没有股市中错了 我提前准备了10党今年高度成长的股票 而且股价达到相对偏低的地方 我邀请你事先做好准备 暴跌的时候去买这些股票能够让你赚钱 那投资朋友为什么会去买可乘 这个也是这10党的其中一档股票 所以我们都是先预告 后面跟投资朋友去做个验证 那会员朋友提到2月2号假日老师录的这个会影音非常值得 这10党股票如果敢去买 投资朋友其实到现在的一个幅度都是非常不错的 前面的节目都跟大家去做个验证了 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而是要跟观众朋友讲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当时影音里面也有讲到原项 那原项在2月20号创新高 那美国股市连续两天中错 今天的原项还是呈现创新高 最高来到201块然后创高呈现拉回 所以股票选对产业选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样在这个11400点的主体过程当中 投资朋友你要把资金放到有前景的股票 而且价位要合适 切入比较重要 所以不是要让你在这个地方去买原项 所以请投资朋友不要误会 我们节目上都是提前跟大家预告的 4966普瑞 去年9月份谈到嘉哲跟普瑞 会员朋友普瑞买到537 拿出对时对待的抠讯 跟观众朋友去做一个验证 节目上跟大家讲这些股票 它不是连续性喷出的股票 但是它是一个产业趋势股 买在537在去年12月份跟大家讲的时候 股价已经来到600块钱 然后在开轰盘暴跌的时候 我跟观众朋友讲到 资金回容之后 他终究会去买成长的个股 所以当时的普瑞收盘是637 后面的普瑞来到了靠近700块钱 大盘是整理的 但是普瑞是呈现创新高 2月14号最高来到770块钱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跟大家讲完之后 2月3号见低点 你都有机会去布局 这个创新高你是有机会赚的到 但是很多观众朋友是看到新闻 我们在2月15号节目上是举例 你不要看新闻去买股票 当你看到普瑞外资调升目标价 你看到金测的新闻的时候 这些都其实都已经是落后了 普瑞你看新闻才最近去 今天是跌回到700块以下 同志们不要看新闻去买股票 包括像金测 我们是去年8月3号 把它纳入到投资组合里面的股票 当时纳入之后 李八一的金测就跳空大涨锁涨停 股价是在500块钱这附近 所以忠实粉丝你可以帮我做见证 后面的金测是连续性的上涨 先上涨才看到新闻 你看到新闻买进去之后 金测现在其实也剩下860块钱 所以投资朋友 什么地方适合买 什么地方不适合去追 不要看新闻去买股票 这是我节目上跟大家强调的事情 包括像最近很热门的新闻 昨天会员朋友跟我询问到 MLCC关于被动元件 昨天被动元件全面性的大涨 很多人都会跟你讲被动元件 但是关于被动元件的看法 我在昨天的会影音告诉会员 昨天我虽然没有录公开节目 但是我有录会影音 告诉会员朋友这个盘式 该注意些什么 被动元件今天是呈现重挫 国际是打到跌停板 包括像2492的华星科 这些股票我昨天的被动元件 讲了些什么 观众朋友你不要看新闻去买股票 华星科今天也是呈现重挫的 包括像2478的大涨 昨天盘中会员在LINE上面询问我 我都是建议把这些股票去做调整出场的动作 所以投资朋友什么时候适合买 什么时候适合卖 你要非常的知道 因为被动元件 我们当时是跟观众朋友讲到 在这个位置 去年在这个地方 12月份的时候资金有流露的时候跟大家谈的 所以观众朋友有兴趣去看我当时的节目 所以你如果持有被动元件的投资朋友 我跟大家强调 给你最后的机会 你要把资金放到真的有前景的一个公司上面去 被动元件因为这个开工不顺 有缺货 确实是 但是它不是因为需求的带动 终端需求没有这么强 那你真的要去买今年很明确的产业 我都在节目上跟大家讲了 这个肺炎的疫情 如果能够快速结束的话 下半年的经济是会呈现一个比较明显性的反弹 然后节目上我也跟观众朋友讲到 哪些是机会 那台湾的基本面是不错的 因为肺炎的关系 这个欧美要把生产基地 包括高阶的制造中心要移到台湾来 那这个其实是2月21号的新闻 但是我们是在2月9号就告诉投资朋友 台湾的一个健保是全球第一 医疗水准是全球第一 来台设厂的趋势加大 那后面你看到新闻 那包括资金回来台湾的一个申请 2月9号周报告诉你 去年10月份就跟观众朋友讲 资金持续性回流 从中美贸易战到这个香港反送中 到现在的武汉肺炎 资金是持续性回来台湾 所以为什么我跟观众讲 台北股市如果你有些产业 你懂得把握 懂得换股 这是你反败为胜的机会 那在2月24号节目跟大家讲 M1B跟M2的年增是创生的 这个资金是停留在台湾 包括今天的汇率你也可以看得到 那什么产业是今年很明确的 就是5G 美国在4月份要去举办5G的峰会 这个是我们在周报节目跟大家讲 你不要等到当时4月份有利多的时候 你才去买5G相关的股票 那包括MCC 已经开始5G要发造了 开始要建造了 开始要建制了 7月份中华电信跟台湾大哥 大家都要开台 所以会密集的要去做一个5G的建制 那我现在代汇门就是布局这样的股票 那现在的股市波动 我代汇门的布局有些套牢 但是这些股票产业前景是向上的 你可以看到今天 大家原本很担心 这个大陆的5G建设脚步 会不会因为肺炎疫情慢下来 那工信部是出来提到 要去加速5G的建制 所以今天的散热族群 太硕跟双红有呈现大涨 所以这个题材是市场上认同的 那我没有要大家去买散热族群 因为我没有在会买这个族群 而是要跟大家强调 5G它是今年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 这个建设是势在必行 那这个疫情的干扰 如果稍微风波过去之后 这些股票在这个暴敌的时候 价格便宜的时候 其实是你的机会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讲到 我们公司目前推这个专案 会期从3月1号开始做起算 如果你有兴趣的 你可以利用这样的专案 我跟上我们操作 提醒大家股票结构遭到破坏 然后反弹上来 有些产业没有前景的 你是追高套牢的 投资朋友一定要懂得去换股 换到产业今年是比较明确向上的 那这行情跟观众朋友讲 因为实施负利率的关系 资金很多你不用这么悲观 那重点是你要选对产业 所以如果你认同我们操作 邀请你可以在看影片下方的点选箭头 下面或者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表单 帮我们正确填写送出资料 你可以体验我们的会影音 那慈股解析会用系统帮你看一档股票 请投资票把资料正确做填写 那你也可以直接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 02-8101-0630 02-8101-0630 感谢你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谢谢